马术运动与其他运动相比的特殊性在于 在这个运动中的参与者是人与马这两种动物 而马作为动物本身带有很多值得我们人类尊敬的特性和品格 是马赋予了这项运动那么多的独特的魅力 马术运动的独特魅力也被奥运会所认可 这使得马术运动是奥运会项目中唯一一个涉及人和动物的运动项目 而且也是唯一一个男女同场竞技的比赛项目 更重要的一点是 在马术比赛中参赛选手是人马组合 而且在颁奖中马匹和骑手将共同获得奖牌和名次 马术运动作为运动的一种有很多优点 但那些普通运动所能带来的优点我这里就不一一提了 我这里只谈这项运动所具有的特殊性 以及这个特殊性带来的优点和风险 它特殊是因为这个运动的另一个参与者 是一种在体能上比我们强体型上比我们大 但智慧上不如我们的动物 马作为动物相比较于人就会给这项运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正是这个不确定性因素才使得这项运动既富有激情也充满风险 马术运动的特殊性带来的独特的好处有 一能和马共同完成任务 这会给人带来成就感 尤其是能够驾驭在体能上比自己强大那么多的动物 二在与马合作的过程中会培养一种对马的责任感 会产生一种情节叫horsemanship 这是其他运动所没有的horsemanship这个词的内涵 我会在以后的视频中跟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这个特殊性也会带来问题和风险 主要包括一养马和训练都需要有足够的场地 二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 而且在那么大的时间跨度上只要出现不当的饲养和训练 就可能会导致马不再能继续训练 马就废了 三会花很多的钱 不懂的人花的更多 而且花了钱还不一定能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 四人可能会受伤 起码导致的残疾和死亡的案例都很多 马术是最危险的运动之一 有问题和风险不怕 有问题我们就发现问题 然后想办法解决问题 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 把发现问题的人给解决掉 有风险我们就想办法把风险降到最低 而不是避而不谈这些风险 只有这样 我们的马术才能发展 字类传 trifle言之一 诶 所以